听故事 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大家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王力宏二 王力宏二 高中毕业时 王力宏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带被看中 高中毕业时 王力宏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什么 被看中 录音带 王力宏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带被看中 录音带是什么 你小的时候想听音乐用什么听 哦 用录音带听 那个时候没有苹果手机 对 也没有MP3 没有CD 对 那大多数的人就是用录音带听嘛 对 卡带机嘛 呃 所以说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的录音带就被看中了 对 王力宏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带被看中 被看中 就是被人喜欢 看中就是我看到了 然后我很喜欢 我想要了 啊 所以他很早的时候他的唱片就被人喜欢了 被看中 王力宏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带被看中 所以这个录音带是怎么从王力宏这儿到唱片公司的 王力宏是骑自行车送过去的吗 不是 王力宏是 让他的爸爸妈妈送过去的吗 不是 王力宏是 寄过去的 寄过去的 对了 就是你去邮局嘛 然后你花钱 然后说可以把这个东西从美国纽约送到台湾吗 寄到台湾吗 这个叫 寄 寄 那邮局什么时候是最忙的时候一般 邮局一般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节啊 春节啊 过年的时候 对 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 因为很多人要寄礼物给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嗯 没错 包括我 我过节的时候也要寄东西给朋友 寄给我吗 寄给你 对 还有寄礼物啊 还有寄卡片 哦 嗯 所以你要去邮局才能寄这个东西啊 对 高中毕业时 王力宏寄到台湾一家唱片公司的录音带被看中 所以王力宏的录音带寄到了台湾的哪里 唱片公司 一家唱片公司 嗯 唱片公司是一个公司对吧 没错 嗯 那这个公司它做什么 做音乐 哦 做音乐 所以它公司里面有很多的歌手 对 它底下肯定签了很多歌手 哦 有很多的歌手 那比较有名的中国的唱片公司 滚石 哦 滚石 滚石唱片公司是我们小时候一直听的对吧 没错 还有什么保利金是吧 保利金对 这是台湾的唱片公司 滚石保利金还有什么 我不记得我就知道这两个 我知道在北京好像有一家叫什么天鱼唱片公司 哦 天鱼对 好像这几年听到的 好像就是05年06年有超级女生这个节目的时候 这个天鱼签约了很多超级女生 所以它们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唱片公司 对 所以呢 它们给这些唱 给这些歌手出很多的唱片 出很多的专辑 唱片公司给王力宏打电话 你觉得唱片公司的人跟王力宏说什么 跟王力宏说 你唱歌唱得很棒 过来给我们唱歌吧 对啊 如果我要是唱片公司的人 我打电话会说 哎呦 我们真的非常喜欢你的音乐 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啊 我们可以开始签约啊 然后可以开始给你出唱片啊 然后让你变得很有名啊 对 好 它说什么呢 极力让他加盟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喜欢他对不对 非常非常喜欢他 所以想让他怎样 加盟 加盟 就是让他 给他们唱歌 加入 加入他们 加进来他们的团队 对 和他们一起做音乐 对 加盟你可以说 艺人加盟唱片公司 还可以说 一个球星 加盟一个球队 比如说 梅西加盟了 巴塞罗娜 还可以说 餐馆加盟 对不对 加盟什么餐馆 比如说 加盟麦当劳 加盟肯德基 对 就是连锁的餐馆 你如果加盟的话 你也可以卖他的 吃的东西 或者是衣服什么的 没错 没错 对 他们让他加盟 他们非常非常非常想让他加盟 所以是 极力让他加盟 极力 就是 用所有的力气 来吧来吧 快来吧 我们给你最多的钱 来吧来吧 我们给你洗衣服 来吧来吧 我们这个住的地方都是免费的 还给你找女朋友 对了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用尽所有的力气 想让他加盟过来 还承诺要给他出专辑 还承诺要给他怎样 出专辑 哦 出专辑呀 出产片 嗯 所以上次我们讲 王力宏有很多有名的专辑 对不对 没错 比如说十八般武艺呀 心中的日月呀 还有唯一也是一个专辑的名字 还什么要给他出专辑 承诺 还承诺要给他出专辑 承诺就是 说了一个事情就会去做 哦 哦 比如说男朋友跟女朋友承诺说 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没错 比如说女朋友会跟男朋友承诺说 我只爱你一个人 男朋友跟女朋友承诺说 我们结婚了 我给你买一个大房子 承诺 不过要小心了 不是所有人的承诺 你都可以听的 对 不是所有的承诺都会兑现 不是所有的承诺 都是真话 还承诺要给他出专辑 所以你觉得王力宏 他现在会怎样想 他肯定觉得 我一定要去台湾 我要给他们唱歌 我要加盟他们 因为他们承诺要给我出专辑 对啊 如果我是王力宏 我现在会高兴死了 我说哇 非常非常高兴 有唱片公司要捧我 要给我出专辑 又要给我钱 那我还喜欢做音乐 哇我太高兴了 我现在就想去 所以此刻的王力宏怎样 热血沸腾的王力宏 向父母提出了 自己想进演艺圈发展 对 所以现在王力宏是热血沸腾 对 他身上的血都在 都变热了 对都变热了 我要去 我要去 我现在就要去 对 对 所以沸腾啊 就像这个水 你烧开了的时候 一百度的 咕咕咕咕咕咕 那个叫沸腾 所以王力宏 现在全身血都是热的 然后他就是准备好了 要去台湾 没错 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的王力宏 向父母提出了什么 自己想进演艺圈发展 哦 演艺圈就是 演艺圈就是有演员 然后有唱歌 唱歌的人 有艺人的地方 他们在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演员和艺人是吧 这个圈子 比如说成龙啊 范冰冰啊 还有什么王力宏啊 林俊杰啊 毛不易啊 李健啊 李健啊 还有谁啊 李连杰啊 于成庆啊 他们都是演艺圈的人嘛 没错 所以他想去演艺圈发展 发展就是 想在那里开始自己的工作 然后想在那里越做越好 没错 热血沸腾的王力宏 向父母提出 自己想进演艺圈发展 这里的热血沸腾 血 它有两个音 一个是血 我流血了 一个是血 血液 所以有的人会说热血沸腾 有的人会说热血沸腾 两个都可以了 那反正你怎么说 大家都能听得懂 没错 热血沸腾的王力宏 向父母提出 自己想进演艺圈发展 你觉得他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同意 因为很多 很多中国的爸爸妈妈会觉得 唱歌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不是什么正经的职业 对 谁知道 家中就此爆发了超级大战 所以他们家怎么了 他们家是很高兴吗 也是热血沸腾 想让王力宏去吗 没有 爆发了超级大战 战 战争 对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爸爸妈妈和王力宏打起来了 是说话上打起来了 哦 所以是很大的战争 对 超级大战 哦 所以爸爸妈妈是不同意 还是非常非常不同意 非常非常不同意 嗯 那家中就此爆发了超级大战 爆发 你可以说爆发了战争 对 爆发了世界第一次大战 第一次世界 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了海湾战争 嗯 就是突然开始了一个战争 对 王力宏的父亲是个传统守旧的人 王力宏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传统守旧 王力宏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人 王力宏的父亲是喜欢传统的事 还是现代的事 喜欢传统的事 嗯 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是比较传统守旧的人了 嗯 那很多年轻人就是相反的 对 比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 对 比如说我的爷爷 他是一个非常传统守旧的人 嗯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 我爷爷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守旧的人 比如说他会觉得男孩子比女孩子好 对 比如说他觉得 他的儿子就是我的爸爸应该去种地 应该去当农民 对 做他做的事情 嗯 然后不应该交很多朋友 然后花钱要省着花 不可以用钱请朋友吃饭 对 再比如说他会觉得女性就应该在家里面 不应该出去工作 对 嗯 在他心中 好好学习 考个名校 将来找个高尚的职业 才是人间正道 什么是人间正道 好好学习 考个有名的学校 将来找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才是人间正道 嗯 人间正道 人间就是世界上 对 正道呢 就是对的路 没错 就是传统守旧的人觉得 在世界上正确的 对的 路 应该是 好好学习 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然后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个是 人间正道 嗯 所以他这里说高尚的职业 什么是高尚的职业 在 在他的父亲看来 在传统守旧的人看来是吗 对 职业就是工作了 那高尚的职业就是 高嘛 就是高大的 让人觉得 哦 好厉害 嗯 这种叫高尚的职业 比如说 挣钱多的职业 医生 还可以帮助别人的职业 医生啊 律师啊 还有什么 做政府的官员 工程师 工程师 对 做政治啊 都是这种啊 很重要的位置 然后挣钱 挣的又很多 然后呢 又需要 有很好的教育 才可以做的工作 哦 那王力宏 他的兄弟姐妹 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王力宏的哥哥 已经考上了 耶鲁大学的医学院 哇 耶鲁大学 对 而且是 医学院 就是将来要做医生的 没错 那耶鲁大学 应该是美国 最好的大学之一 对吧 没错 对 那耶鲁大学医学院 相当厉害 所以 他爸爸觉得 他的哥哥 应该可以做一个 榜样 没错 因为他考了一个名校 将来可能找一个 高尚的职业 嗯 所以他的爸爸觉得 他的哥哥应该 告诉了他的弟弟 怎么做 没错 所以 哥哥给弟弟 做了很好的 表率 表率 就是给别人 做一个例子 是吧 对 做一个例子 做一个榜样 好的榜样 你看看我 你以后也要像我一样 对 你看看你的哥哥 去了很好的大学 以后你要像他一样 嗯 你看你的姐姐 他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 以后你要像他一样 嗯 成绩同样优秀的王力宏 怎么能够放弃 这一光明大道呢 所以 王力宏的成绩怎么样 很优秀啊 也很好 对 非常好 跟哥哥一样好 没错 所以你觉得王力宏 考耶鲁大学的医学院 难不难 不难 哦 所以他也可以很容易的考上 对不对 他爸爸是这样觉得的 嗯 所以说 考耶鲁大学 就考名校 是 光明大道 哦 光明大道 不是人间正道 也算是人间正道 对 但也是 光明大道 为什么是光明大道 就是 不是阳长小道 光明大道 就是你走起来会很容易 对不对 而且会 很亮 所以你的前途很好 没错 嗯 就是你走了这条道 就是啊 以后会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生活 很多的钱 然后很容易的工作 没错 嗯 很高尚 很高尚的生活 父亲生气的对王力宏说 你看看 你看看 在美国 搞摇滚的 不是迷上吸毒 就是 性格怪异 举止 像个疯子 我听起来非常的中国父母 你看看 你看看 没错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的孩子怎么样 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 特别是我爸 他总常常都说 你看看那谁家的那个什么 什么 找了个什么工作 什么什么什么的 其实做孩子的最讨厌父母 拿别人举例子 没错 嗯 包括自己的哥哥 自己的兄弟姐妹 你看你哥 人考上了耶鲁大学医学院 你呢 就想玩音乐 以后变成疯子吗 对 其实孩子非常不喜欢 父母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 对吧 没错 嗯 所以在美国 搞摇滚 搞摇滚的 就是做摇滚音乐的 哦 就是做什么的 对 比如说 搞音乐的 就是做音乐的 对 搞舞蹈的 对了 还有什么 搞 搞医学的 搞医学的 搞工程的 对 搞工程的 没错 嗯 还有搞艺术的 搞艺术的 就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 对啊 但比较口语化 没错 嗯 你可以说搞政治的吗 可以啊 可以 都可以 我觉得 就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什么工作的 但是比较随便的一种说法 没错 在美国搞摇滚的 不是迷上吸毒 就是性格怪异 所以他的爸爸觉得 很多做摇滚音乐的人 都做什么 后来吸毒了 哦 都吸毒了 嗯 或者呢 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很奇怪 哦 性格怪异 对 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别人不知道 他的想法 头发扬得很长很长 是吧 对 然后身上可能都是纹身吧 嗯 对 但是是传统守旧的人 对 搞摇滚的 音乐人的一种 偏见 偏见 对 正确的看法 是吧 对 嗯 而且很多的亚洲父母 呃 觉得性格怪异呀 或者是做摇滚音乐 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他们觉得 呃 不是人间正道 对 不是光明大道 嗯 举止像个疯子 什么像个疯子 举止 举止就是他的行为 是吧 嗯 他做的事情 哦 他做的 说的话 做的事情 那个样子就觉得像一个疯子 就是不正常的人 疯子就是不正常 脑子有问题了 很奇怪的人 嗯 你怎么能和那些流氓 混在一起 他的爸爸叫搞摇滚的人 叫流氓 哇 这个太传统守旧了 哦 对 他爸爸太厉害了 哇 那什么是流氓呢 流氓就是 一般没有工作呀 然后每天 做不好的事情 警察会抓的 这样的人 嗯 叫流氓 比如吸毒啊 很多人 很多流氓会吸毒 嗯 吸毒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没错 然后看起来可能行为又很怪异 然后举止像个疯子 嗯 就是流氓 父亲还扔给王力宏一句话 如果你不上大学 去搞音乐 就断绝父子关系 所以爸爸说 如果王力宏不去上大学 他还要做王力宏的爸爸吗 他不想做王力宏的爸爸了 哦 所以你可以说 断绝父子关系 断绝就是停止 对 停了 对 停止爸爸和儿子的这种关系 就是我 我王力宏不喊爸爸了 爸爸说 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也不是你的爸爸了 没错 这个叫断绝父子关系 在中国好像经常会听到啊 从前 嗯 有一些父母喜欢 呃 用这句话 威胁孩子 没 没错 如果你不听我的 咱们就断绝关系吧 咱们就说再见了 对 嗯 比如说断绝父子关系 断绝母子关系 是吧 没错 连一向最支持他搞音乐的妈妈也站出来反对 所以你记得王力宏小的时候 他的妈妈看到他在雨中拉小提琴 很被感动对吗 没错 所以妈妈非常支持他学音乐 可是现在妈妈还支持他吗 呃 不是很支持哦 因为他站出来反对 反对就是说不可以 对 不可以 嗯 不同意 妈妈说什么 你远离重阳去台湾发展 你连衣服都不会洗 离开家的日子 你能过得习惯吗 你远离重阳去台湾发展 这里远离重阳是不是就是跨过重阳 是吧 远隔重阳 对远隔重阳或者跨过重阳 嗯 对 要去很远的地方 对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里面的重阳就是 无边无际的海洋 无边无际的海洋 嗯 就中间隔了很多很多的水 太远了 你远离重阳 远隔重阳 就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去台湾发展 对 做你的工作 所以妈妈放心她还是不放心她 不放心啊 为什么不放心 因为她说你连衣服也不会洗 她会洗衣服吗 不会啊 哦 她高中毕业了 17岁18岁了 还不会洗衣服 因为她有洗衣机洗衣服 所以叫连衣服都不会洗 嗯 这个都是小问题吧 我觉得 嗯 离开家的日子 你能过得习惯吗 你会喜欢吗 嗯 你会习惯吗 就是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没有红豆馅饼吃了 然后你能习惯吗 没有人给你洗衣服 没有人给你洗衣服 没错 嗯 所以妈妈一般都是担心孩子的生活问题 对 吃的 穿的 然后住的 睡的 对不对 没错 家人 家人如此强烈的反对 如果你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嗯 这里的如此强烈 如此就是很非常 对 强烈就是非常强的 非常重的 嗯 严重的 不是一点点是非常非常多 没错 家人如此强烈的反对 让王力宏怎样 烦躁不安 就很烦 然后不安静 哎呀 烦死了 我不想做了 我想去 我爸妈就是不让我去 真烦 然后他心里面怎么样 是很平静吗 还是非常的 躁动 嗯 不安 对 哎 怎么办 哎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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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心里面会很乱 你很烦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我很烦躁不安的时候 我觉得 我可能听会儿音乐 听会儿安静的音乐 没错 或者去运动一会儿 对对对 就是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 那王力宏这个时候做了什么呢 所以晚上 王力宏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胡乱的烦看电视 这时一档音乐节目吸引了他 所以他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是想看电视吗 他不想看 他是很烦躁不安 然后他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你会 所以他打开电视 这个 噗 这个 噗 这个 就一个一个频道那样过嘛 对 所以是胡乱的翻看电视 就是因为很烦嘛 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没错 那个时候是胡乱的翻看电视 如果今天的话 应该就是 胡乱的翻看手机了 没错 那这时候发生了什么 这时一档音乐节目吸引了他 他看到了什么 一档音乐节目 嗯 这个档是量词 你可以说一档电视节目 一档音乐节目 对 一档电视剧 吸引了他 哦 觉得很好看 对 他的眼睛睁大了 然后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就他看到了什么 电视里面正在放于晨沁和林志炫的歌 于晨沁和林志炫是两个非常著名的台湾歌手 是吧 对 于晨沁唱过什么歌 有名的是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情不自禁嘛 啊 林志炫呢 梦那里杀他是谁 对了 还有一个是单身情歌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 来告别单身 哦 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嗯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听一下 于晨沁的 情不自 是情不自禁还是身不由己啊 我记不清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好 王力宏被两个台湾歌手给震惊了 哇 太好听了 中国的音乐还可以这么好听 所以震惊就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哇 好棒啊 或者是哦 好 好差 是两种情况 对 一种是他觉得特别特别好 一种是他觉得特别特别不好 他都会被震惊 没错 非常吃惊 然后他觉得自己的喉咙在发痒 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喉咙痒 他想唱歌了 我也想唱歌 我唱的比他们唱的好 对 所以说喉咙在发痒 对了 喉咙就是嗓子 对 喉咙嘛 就是你感冒的时候这喉咙会痒 如果 如果一个歌手他的喉咙不好的话 那他就不能唱歌 嗯 发痒 就是哎呀 好痒啊 痒死了 这个发痒 就是痒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抓一抓 就不痒 对 但发痒你还可以说是 你特别特别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说什么什么在发痒 对 比如说如果你想打篮球了 你可以说 我的手发痒 嗯 我的手痒了 对 我想摸摸篮球了 打打篮球了 还比如说什么 如果喜欢跳舞 可以说我的脚发痒了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那还可以什么 啊 还有什么痒了 好像常常说手痒了 是吧 没错 手痒了 像大麻将了 对 你爸爸 嗯 他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他不能和这个机会 说再见 对 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没错 王力宏没有再提去台湾唱歌的事 家人都以为他回心转意了 所以这天过后 他还跟他爸爸妈妈说 他要去台湾远隔重洋发展的事情吗 没有说了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觉得他怎样 他觉得 啊 王力宏没有跟我说要去台湾发展的事情了 他一定是想去好好学习 读一个名校 然后 走人间正道了 对 家人都以为他 回心转意了 回心转意就是 忘掉了自己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和以前一样了 对 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做之前想做的事情了 嗯 回心转意 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做以前想做的事情 但你觉得他真的回心转意了吗 我不觉得 你看他从小拉小提琴就在雨中那么陶醉 然后后来呢 看到台湾歌手唱音乐 上音乐节目 然后又喉咙发痒 然后又热血沸腾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回心转意 大家没有想到 17岁的他还另有阴谋 阴谋 阴谋就是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 嗯 不会告诉别人的想法 嗯 一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不好的 嗯 所以在这里面用了引号啊 就是不是一个真的阴谋 对不对 对 因为他爱他的爸爸妈妈 没错 但是呢 他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他还有一个别的计划 对 那是什么计划呢 是没有人知道 特别是他的爸爸妈妈 想知道他的阴谋是什么 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 嗯 好了 故事解读完了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王力宏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继续在iTunes上 有一些好评 也欢迎您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全世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 学中文 这个节目 同时也欢迎你们在Patreon上 帮助和支持我们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能走得更高 飞得更远 感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